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听人说呀 人变老的标志之一 就是总爱回忆过去 回忆自己过去的那些辉煌的时刻 那些高光的时刻 我最近发现呀 我可能也开始变老了 为什么呢 因为某一天 我的脑海中浮现了这样一幅画面 那是我在上高中的时候 当时班里头正在召开一次主题班会 主持班会的当然是我们的班长和学习委员 班会的主题是什么 我现在已经记不大清楚了 不过这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什么呢 重要的是当时做会议记录的 是我们班里政坛上的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 当时的历史课代表 大家猜对了 正是在下 当时的情景啊 我记得非常的清楚 班长跟学习委员坐在一起 他们靠的很近 不时的还窃窃私语什么 我想他们肯定是在商量班里的一些大事情 我也很想发表意见 不过呢 我也看得出来 他们似乎并不想带我一起玩 不过这也没关系 毕竟只有我们三个人坐在台上 台下的就是那些团支部书记呀 团组织委员呐 班委会的委员呐 各主科的课代表啊 那些曾经对我来说高步可攀的人物都坐在台下痴痴的望着我 我看着他们就仿佛看着云云众生 看着我的人民 不 应该说是子民 当时我的心情啊 可以说是百感交集 心潮澎湃 气血共心 而且还诗性大发 很多的诗句都在我脑边划过 什么生当做人节 死亦为鬼雄 什么人生自古 谁无死 留取担心 赵汉清 还有什么望门头指思张俭 人死须于 带肚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 取留肝胆 两昆仑 当时啊 我真想站起来大声的把这些诗涌读出来 但是呢 后来又发现这些诗好像都有点丧气 有一种痛快一把就死的意思 所以呢 还是忍住了 顺便说一下 这张俭和杜根呢 是两个人名 他们都是东汉时期的官员 那么谭思同为什么要引用这两个人名呢 那是因为我是不是又要跑题了 我这时候赶紧收拢心神 把目光投注在我们的班长和学习委员身上 就在这转瞬之间 就在我这心思稍微走神的这么一刹那间 我眼中的镜像居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班长跟学习委员不见了 我的那些同学兼子民们也不见了 教室变成了一个圆桌会议室 而坐在圆桌旁的竟然是一些身着唐朝装束的古人 我当时觉得非常的傲丧 我的高光时刻怎么居然比我的仕途还要短 懊恼过后 我马上回过头来 环顾了一下会场的周围 这时候我发现在会场的正中挂着一条大大的横幅 上面写着 纪念唐太宗李世民诞辰1423年追思会 我一看到这个横幅就来了兴趣 又看了看参加会议的人员 我发现其中有一部分是身着着唐朝的官服 还有一些人居然是老百姓的打扮 还有一些人居然穿的是一些少数民族的服装 我身边就坐着这么一位表情严肃的唐朝官员 我看他身着紫色官袍 配鸡鱼带挂鸡鱼带 这在唐朝是三品以上官员的装束 我的目光很快又被坐在不远处的两个人所吸引住了 这两个人呢 我没有认出来 倒不是因为我眼拙 而是因为这两个人他根本就没有头 这两个人又是谁呢 我看他桌上摆着的一个名牌 上面写着李建成李源基 我当时心里就埋怨 主办方实在是太不负责任了 怎么不给这二位装上个头呢 那么多的鱼目难道就不能坐两个吗 我的思绪很快就被当时正在发言人的声音所吸引 他说的是汉语 但是明显带有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 乌古斯语之的口音 发言的是两个人 其中一个叫七碧合力 他是铁乐人 也曾经是一个部落首领 后来归顺大唐以后 为大唐四处征战履历其功 有一年他回乡探亲 被当时的突厥可汗薛颜驼扣押 李世民为了换回他 竟然答应了薛颜驼的求婚 要把自己的新兴公主 又有一种说法 说的是新城公主嫁给薛颜驼 七碧合力被放以后 就劝李世民千万不要把公主嫁给薛颜驼 这样会助长他的气焰 但是李世民作为一国之君 一言九鼎说出的话也不好反悔 可又确实不想让公主嫁给薛颜驼 那怎么办呢 最后想了一个办法 其实跟老百姓的办法也没什么两样 就是增加聘礼 要求薛颜驼部出十万的杂畜作为聘礼 结果当时正好是碰上了暴风雪 那些杂畜死伤过半 李世民就抓住这个聘礼不足的理由 没有把公主嫁过去 另外一个和他一起发言的人 我看桌上的名牌 上面竟然写着阿史纳杜尔 这个人我还是很熟悉的 在最近的热播剧中也有这个人物 不过在剧中他叫阿史纳摄尔 形象呢也比历史上真实的形象要差很多 在历史上阿史纳杜尔是杰利克汗的哥哥 处罗可汗的次子 在剧中说他是益城公主的儿子 这一点呢无法考证 益城公主在历史上记载的儿子叫迭罗斯 顺便说一下 关于益城公主突厥可汗等这些历史人物在那段时期的故事呢 我在我早期的一期视频节目中都有详细的介绍 这个视频呢现在也在长歌行的系列节目中 叫长歌行之那些和亲的公主们 及大隋朝最中心的益城公主 我会把这个视频的连接放在评论区里 大家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去看看 我就不在此赘述了 阿史纳杜尔最风光的时候呢 曾经占有了西图爵的大部分领土 后来被薛元陀部击败 就带领着一万多人的部署归顺了唐朝 唐太宗李世民还把自己的妹妹衡阳长公主嫁给了她 所以阿史纳杜尔也是唐朝的驸马 阿史纳杜尔和七臂合力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在贞观23年唐太宗李世民去世以后 他们两个人竟然要求要为李世民殉葬 永远守护在唐太宗李世民的身边 这两个人可并不是说说玩的 是真的要殉葬 如果不是在之前有唐太宗李世民的圣旨 而且刚登基的唐高宗李治又坚决不同意二人殉葬的话 那么这二人很有可能就会按照突厥人的最高利益 为他们所追随的主人殉葬 这两个人以前或多或少都是唐朝的敌人 那么唐太宗李世民又凭借着什么样的人格魅力 能让自己曾经的敌人生随死讯呢 既然提到了那部剧 那么不妨就跑一下题 说说剧中那几位小人物的历史原型 在剧中出现的那个突厥使者 就是头顶中央有一缕白头发的那个中年使者 他在历史上也是确有其人 他叫直视私利 这个人我想大家可能不会觉得特别陌生 因为在大唐公主系列中 我曾经讲过 九江公主就是下架给了直视私利 就是这个人 后来直视私利不幸卷入了房一爱的毛反案 其实呢 他不过是和房一爱的个人关系比较好 他本人并没有参加什么毛反 但是呢 也一样受到了惩罚 当时的唐高宗李治念他战功赫赫 所以呢 没有杀他 只是把他流放 九江公主愿意放弃自己的公主的俸禄封号 跟随自己的丈夫流落他乡 我相信这个故事可能大家还有点印象 还有杰利克韩 杰利克韩被李靖服录以后就被押往了长安 李世民列举了杰利克韩的五条大罪 但是呢 并没有杀他 还给他赐予了高官俸禄 在长安继续享福 但是杰利克韩毕竟是草原上的英雄 长安的生活 他不法适应 每日只是戒酒交仇 李世民觉得他可能不能适应长安的城市生活 所以呢 特别改封他为浩州刺史 浩州这个地方呢 山高林立适合打猎 李世民觉得他可能更喜欢这样的游猎生活 但是杰利克韩最后还是坚持不去 最后在长安抑郁而终 李世民不光是对杰利克韩如此 对其他被俘或者是投降的少数民族的将领或者是首领 也同样是相待甚后 用李世民自己的话说 说以前的朝代都是尊宠汉族而贬低其他少数民族 说在我看来各民族都是一样的 都是我的子民 我将一视同仁 他这么说的也确实做到了 在唐朝的三平以上的官员中 有很多都是出身于少数民族 阿什纳杜尔和契比和利 后来在高宗时期又立下了不少的卓越功勋 后来在他们去世以后 双双陪葬于昭陵 也算是完成了他们的心愿 这两位突厥将领的声音刚落 我又听到了一片嘈杂之声 听起来似乎是很多人在一起七嘴八舌的说着什么 我听了半天才搞清楚他们说的原来是发生在贞观六年的唐太宗李世民纵求事件 那是在贞观六年的冬天 李世民在批阅大理寺城上的关于在今年冬天将要处决的死刑犯的名单时发现死刑犯居然有390人之多 李世民就问大理寺青说这些犯人在狱中的情绪如何 大理寺青说这些犯人情绪非常不好 他们都挂念自己家里还有很多未了之事 李世民当时是略一思索 并没有马上批注这些文件 等到了第二天上朝的时候 李世民竟然对朝臣说 说他要把这些死刑犯都暂时的释放 让他们回家去处理后事 到了明年的秋天再回到监狱等待问斩 当时朝臣们的很多人都反对说这些人都是凶狠狡诈之人 都是一些亡命之徒毫无信义可言 他们如果第二年秋天不回到监狱 那么将会危害乡里 虽然这些大臣们说的颇有道理 但是李世民胜意已决坚持要以仁德感化世人 于是就真的把这三百九十名死囚犯放回了家 等到了第二年秋天的时候 三百九十名囚犯一个不少 全部回到了以前的监狱等待问斩 李世民很开心亲自接见了他们 并把他们全部由死刑改为了流放 算是给了他们一条生路 这个纵囚事件在后世引起了很多争议 像北宋时期的欧阳修就说唐太宗此举不过是孤名钓狱罢了 清代的学者王福芝也复合这种说法 这件事情呢我是这么看的 所谓孤名钓狱这么说呢似乎有点难听 作为一代君王为他统治的子民们树立一个好的榜样 这本身就是君王的职责之一 所谓君子得风小人得草 所以他通过一些行为为自己树立一个好的名声 这一点呢并没有什么错 这是其一 其二呢李世民此举并不是简单的为博一个好名声 他背后还有一个非常实际的意义 这件事情是发生在贞观六年 在贞观四年的时候 全国的死囚犯不过才有二十几名 那么为什么到了贞观六年 在国内外的政治经济民生各方面的局势都向好的情况下 为什么死刑犯竟然增加了这么多呢 究其原因 这和李世民当初审理的一起案件有关系 贞观五年的时候 时任大理寺城张运古曾经处理了这么一起案件 说有一个人叫李浩德的因为口出妖言 初审呢就被判处了死刑 后来张运古呢经过调查 发现这个李浩德呀他有精神方面的疾病 所以呢就改判了 把死刑改判成了轻罪 这件事情后来被一位御使叫全万纪的知道了 全万纪还了解到这个李浩德的哥哥曾经做过向周刺史 而张运古的籍贯就是向周 跟他哥哥也算是相识 所以呢全万纪就揍了张运古一本 说他循私妄法 当时的唐太宗一时气怒就判了张运古的死刑 杀了张运古以后 唐太宗又觉得虽然张运古有错 但是罪不至此 对他处死张运古的这个决定呢深感后悔 这件事情就催生了中国法治史上著名的死刑犯五副奏制度的诞生 在唐以前呀北魏和隋时期呢 是实行的是死刑犯三副奏制度 简单的说就是执行死刑的当天 要连续三次奏请皇帝批准才可以最终执行死刑 到了唐太宗的时候呢 唐太宗觉得连续三次呢 有时候流于刑事 皇帝有时候一时气恼或情绪不佳 可能会筑成大错 于是他就改成了五副奏 就是处决的前一天两副奏 处决当日三副奏 这样既增加了上奏的次数 同时呢又延长了间隔的时间 确保皇帝能够冷静客观的做出对死刑犯最终的裁决 这应该说是一项非常具有人性化的制度 在当时来说也是最大程度的显示了对生命的尊重 张运古案件虽然催生了死刑犯五副奏制度 但是同时呢也有一个非常不良的后果 在以后就显现了出来 张运古是因为量刑太轻而被处以了急刑 这就使得当时审理案件的各级官员非常的担心 就怕量刑过轻会受到上司甚至是皇帝的责罚 所以呢普遍的量刑都开始加重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从重从严 这也就造成了到了贞观六年 居然有了390多名死囚犯 唐太宗李世民一定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他也知道在这390名死刑犯中有很多 如果按照以往的惯例是不至于被判处死刑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他采用这种巧妙的方式 一方面可以弥补因为自己一时弃脑筑成的大错 一方面呢又可以为自己博取一个好的名声 同时也叫化世人告诉他们信义乃立身之本 从这件事情也可以看出 唐太宗李世民对老百姓的生死并不是视若蝼蚁 而是非常的谨慎 李世民确实实行了很多的人证 比如说在大饥荒时期 李世民从国库中拿出钱来 专门为那些在饥荒中卖儿卖女的父母赎回他们的孩子 这在历朝历代中也是绝无仅有的 此外在贞观初年李世民就一下放出了一千多名的宫女 让他们出宫去嫁人 这些都反映了他执政中人的那一面 百姓们七嘴八舌的刚刚说完 我就听见我身旁的那位正然危坐的官员突然长叹了一声 说太宗皇帝誓号为文 成不欺也 在誓法中文这个誓号应该说是最高级了 唐太宗的妙号是太宗 誓号为文 所以呢连起来叫应该叫太宗文皇帝 我定睛看我身边的这位大官 越看越觉得耳熟 然后我就注意到了他面前的那个名牌 上面写着三个大字 楚隋良 楚隋良坐在那里是一副上位者的神态 坐在他身边呀 我觉得空气似乎都凝固了 官威实在是太盛了 我再看看周围坐着的那些官员 要么身着紫袍要么着红袍绿袍或者青袍 在唐朝紫袍是三品以上 身非色为四品浅非色为五品 身绿色为六品浅绿色为七品 身青为八品浅青为九品 所以在座的至少都是九品以上的官员 我突然想知道我这个历史课代表在唐朝应该算是极品 我应该穿的是什么颜色的官袍呢 于是我低下头看自己的穿着竟然是一件睡袍 当时我就觉得非常的泄气 本来还想跟楚相公打声招呼 后来想想还是算了吧 何必自讨无趣 正在懊恼间又听见一个声音传来 声音洪亮听起来很有气魄 我抬头一看 看见了一位将军模样的人正在侃侃其谈 我看他身前的名牌清清楚楚的写着两个字 李济 他就是唐朝著名的大将军李济 他也在说着他和李世民的一段经历 有一次李济生了重病 请了好多医生吃了好多药 但是呢都没有效果 最后终于请来了一个当事的名医 明医看完以后呢也没有一个好的办法 但是呢又不好说自己不知道怎么治 辱了自己的名声 于是这个明医呢就开了一副药 对李济说你这病啊必须要用龙须作为药引子 然后再吃我开的这副药才能把病治好 这世间真龙都难寻何来龙须呀 这件事情呢不知怎么被唐太宗李世民知道了 李世民二话没说就剪下了自己的一缕胡须 交给了李济说我乃真龙天子 我的须就是龙须 你以此做药引必能去疾 李济当时听了是感激涕灵 跪在地上不住的扣头 扣的额头都出了血 在我们现在人看来呀剪几缕头发呀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但是呢对古人而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不敢损坏笑之时也 剪头发剪胡须这都是不笑的行为 像我们知道的曹操割发戴手 我们现代人觉得是故作姿态没什么大不了的 但是对古人来说这种自惩的程度是一点不低的 李济把这个龙须拿回家以后 做开了水放入龙须 又加了两个荷包蛋 最后点了点葱花 一点油都没有加 倒不是李济喜欢吃清淡的 而是这个胡子实在是有很多的油 所以呢即使是一点油都没有加 端上来的这碗龙须面上面 还是薄薄的飘着一层油 吃完了这碗龙须面以后 李济的病情是大为好转 不知道是因为这个胡须的功效还是这层油的功效 反正呢李济是从鬼门关前走一圈又溜达回来了 其实啊大家想李济的病也不敢不好 如果吃了李世民的胡子以后病情没有好转的话 那是不是就说明李世民的胡须并不是龙须 李世民不是真龙天子 这要让唐太宗知道了还不抵质问李济 你说我的胡子不是龙须 难道说李建成的龙须才是真的龙须吗 这话是李济万万担当不起的 关于李济啊在历史上有很多非常有趣的故事 今天的时间关系呢就不能一一的跟大家解说了 下次有时间再跟大家慢慢聊 这好像又挖了一个坑 像我这种已经掉到坑里还在往下继续挖坑的行为呢 就不应该叫挖坑了应该叫打井 大家知道李世民登记以后并没有滥杀功臣 在历史上登记以后不滥杀功臣的皇帝呢 有李世民赵匡胤还有东汉的刘秀 而因滥杀功臣而出名的皇帝呢有刘邦和朱元璋 这些不杀功臣的皇帝呢大多数出身于贵族 而这些杀功臣的皇帝呢都是草根出身 出身越卑贱他杀功臣越狠 这是为什么呢 除了我们大家可能都知道的 比如说个人的修养成长的环境 以及心中的那股利器和不安全感 会导致那些出身不好的皇帝滥杀功臣 除了这个原因以外啊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 像刘秀李世民赵匡胤等等 他们在启示之前他们的贵族身份家族 已经为他们打好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基础 那些辅佐他的将军们大臣们呢 实际上报的是一种按我们现在的话讲 就是职业经理人的心态去为他们服务的 帮助他们夺取天下 夺取天下以后这些人也很容易摆正自己的位置 他们就是职业经理人很少有去争夺天下的图帽 这样的上下的位置呢都摆的比较清楚 所以登基以后的皇帝也没必要去杀这些职业经理人 还需要他们为自己做事 而那些草根出身的皇帝呢就不一样了 他们没有任何的根基 跟他一起启示帮助他的那些人也同样没有什么根基 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呢更像我们现代人所理解的那种合伙人的关系 刚刚启示的时候呢可能经常说的就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一起打天下一起做天下 所以等到了真的得到了天下 上下的位置就不容易摆正了 合伙人之间的纠纷就是到了现在也从来没有间断过 这方面我想大家也一定是司空见惯了 灵烟阁二十四公称中被李世民所杀的只有一个侯军吉 侯军吉还死的一点不冤枉 他真的是毛反真的是罪不容诛 就是这样李世民还想为侯军吉向百官求情饶他一命 但是呢当时的百官都不同意 因为罪行实在是太严重了 最后无奈李世民处死了侯军吉 并告诉侯军吉因为你我从此不登灵烟阁 我一边听着众人述说他们和李世民之间发生的故事 一边在想李世民到底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君王 在很多人眼里一提到李世民就想到了玄武门之变 想到了他士兄杀地屠职逼赴霸占地席 很多人把他看作了一个残暴不仁的禽兽 是一个为了自己的权利不惜杀掉自己家人的恶人 而且还说他曾经篡改史书 关于篡改史书这一节我一直有一个疑问 就是史书至今还明确的写着李世民当时是亲手射杀了李建成 这件事情为什么李世民一点没有篡改呢 按说这件事情要想掩盖的话应该是最容易 李世民可以随便找一个人做替罪羊 甚至可以在事后说这个人射杀了他的大哥李建成罪不容诛 这样既可以赢得了李子又能赢得了面子 这样容易的事情李世民为什么不去做呢 也许他一直就认为射杀李建成这件事情他做的没有错 因为他和李建成的这场争斗是一场你死我活的争斗 没有其他的选项 我在想或许暂时放下玄武门事件 从多角度多侧面的了解李世民才能对他做出一个更加公伦的评价 我们最好不要站在一个上帝的视角 对他简单的进行一次道德的审判 而应该把他放在君王的位置上更全面的做出一个评价 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纵求事件 要把很多复杂的因素都考虑俊气以后才能够看清事情的原貌 众人们还在不断的述说着有时候还发生了争吵 而我呢这时候已经陷入了沉思 突然一阵剧烈的铃声在我的耳边响起 全场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我的身上 我当时是惶恐不已急忙低头寻找这个铃声的出处 等我再抬起头的时候 刚才那个略显嘈杂的会上突然间灰飞淹没 我所能看到的只是一大片金色的日光 那片曾经照耀圣堂 照耀过好人也照耀过坏人 照耀过忠臣也照耀过坚定 照耀过世间百态的那片从未改变的阳光 如今也板洋洋的撒在了我的窗前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谢谢大家观看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